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昨天我們專訪了楊石秋議員 在節目當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回想 所以我們昨天在節目本來是要錄50分鐘 就欲罷不能 我們就錄成了兩集 今天這一集更精彩 我們來看看 美國跟台灣之間的關係牽涉到了論文門 而論文門在美台關係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一集有非常精闢的分析 好 我們接下來就來專訪楊石秋 秋哥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我每次聽到秋哥談這個近代史 我總是目不轉睛 我覺得我有時候忘記我是主持人 我甚至覺得我 我不知道我那種感覺就是 我覺得很享受啊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學生的話 我這堂課我真的是 我覺得我修訂了 我零分也沒關係 那可是石秋哥是被土木工程誤了的歷史學教授 我退學了 退學了 我被 功課太爛 被開除了 我是在丹江土木開除了 因為功課太差了 沒有 你去念土木就可惜了 太可惜了 那你真的對那個這個近代史真的是遼弱指掌 好啦 我還是要回頭看 我覺得烏克蘭的這個命運 其實看到烏克蘭人 我其實打心眼裡面認為 因為我認識很多獨派的朋友嘛 那以前我自己的理念 我也覺得說 台灣難道除了維持現狀 這個煮青蛙之外 台灣人難道不能想一想 趁著一個民主的浪潮 有一點自己的聲音嗎 所以我當時我也覺得 台灣應該公民自覺啦 或這些東西 可是我今天突然發現 我那一些獨派的朋友 以前喊著震天駕響 他連台灣的論文門這種 事關公平正義的事情 連坑都不敢坑一聲 那今天如果真的中國打台灣 我覺得他們會第一個投降 我真的沒騙你 他們會說大局重要 是可能第一個投降 我同樣的看看 蔡英文這個失敗主義 在這個CNS記者 Man Rivers訪問她的時候 她竟然說 我們的建軍備戰 就是要贏第一級 我們把這第一級能夠擋住 全世界就會陸陸續續的加入 那中國就會夾著尾巴逃 那第一級是多久呢 是烏克蘭的一星期嗎 還是準備要打個一個月 還是像越戰這樣打個幾年 不是 是一天啊 24小時啊 我真的覺得 我的背脊發涼啊 我熱愛的故鄉 怎麼會交給這樣的人呢 那我真的覺得 台灣真的如果在中國 任何的一個恐嚇之下 這些看起來很英勇的人啊 你剛剛講什麼新潮流啊 什麼民進黨 我跟你講第一個投降 而且第一個去開大門 那時候 吳三桂啊 在台灣可能滿街都是啊 球哥我不知道 你看看烏克蘭對台灣的 這個影響跟啟示啊 他們其實喔 不只是烏克蘭 我在大膽的預測 如果這場戰爭超過一個月以後 Zelensky就會流往海外 一個月 然後繼續要求人民為他負債 我們練國中的時候記不記得 1975年 越南淪陷 跑掉他的阮文哨 阮高齊 阮文哨就帶了一飛機的黃金 先到台北 回來到巴黎 阮高齊呢 我一個朋友後來在美國的 Las Vegas的凱撒宮 Cesar Palace看過他在那邊賭博 他的太太 都帶了錢走 最今的例子就去年嘛 阿富汗的總統 最後飛機 黃金美金裝不下之後 還撒了一地的美金在地上 所有要你賣命的人 基本上 他大致上都不會刪成他 我真的呼籲所有的朋友 看一部電影 也可以看這本書 在蔣介石時代他是禁書 現在不是禁書 在希特勒時代也是禁書 他現在也不是禁書 這本書你就可以看到 將來台灣未來如果發生 戰爭的下場是誰 西縣無戰事 雷馬克寫的 雷馬克在1930年寫了這本書之後 就被就逃到德國去了 他家人全部被希特勒迫害 因而反戰 為什麼 彭P如果你有資料你會看到 今天的烏克蘭像不像當年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 各位電視機前的朋友 你思考看看 台灣現在有多少義和團型的 為台灣價值 為某某政黨要看戰到底 你去找一個1914年的8月1號 在德國柏林的街頭 也就是在當時德皇威廉門口 皇宮門口的威廉大街上 你知道那年輕人 懷辛苦以大叫下午5點半 警察宣布我們開戰 三天之後 倫敦的海德堡公園 好像跨年晚會 高聲慶祝 我們開戰了 巴黎也是一次 所以哲學家羅素講過一句話 人類歷史上最受歡迎的一場戰爭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他們認為打仗 法國認為 我要把普法戰爭輸掉 你贏回來 英國認為我要跟德國打一仗 不然我們在海外爭殖民地爭太久了 德國認為 我要把俄國這個斯拉夫民族 趕出整個歐洲大陸 哇 興高采烈 半年之後 所有的人就發現 在雷馬克這本書 我送給所有今天 如果你有孩子的話 你去看這本書 雷馬克這本書之所以感人 是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師專的學生 他裡面舉句話 剛好用在烏克蘭 也用在剛才彭P講的 那些事實要保衛台灣的 會留在這裡嗎 雷馬克當時是個師專的學生 18歲 結果因為當時不上戰場就不愛國 不去幫德國拼命 你就好像家裡最大的羞辱 他上了戰場 西線無戰士裡面有幾個描述點 你看看今天的烏克蘭也會 類似這樣的情形 雷馬克是師專本來要當小學老師 他說他當戰場的第一次 他們班上同學裡面最胖的 那個同學 本來不想上戰場 可是呢 不上戰場會被人家笑 第一天他眼睛就被打瞎了 他說他看到那個同學 愛莫能助的在那個戰場上面 戰壕 你知道第一次上戰壕站 是最殘酷的 到處尋找東西 沒人敢救他 第二個他們班上一個數學天才 功課好得不得了 他從來沒有想過 他就這樣莫名其妙死在戰場上 當他描述說 他這個同學死在戰場的時候 那個血就像一個被放寬 水放乾的一個池塘一樣 最後蒼白而死 他最後只聊兩句話 媽媽媽媽 然後他問自己 他發現那些叫我們上戰場的知乎 從來不用上戰場 然後他特別提到 當然這是一個例子 他說當時在軍隊訓練他們 叫他們拼命的一個士官 最後在衝鋒的時候 他們既然發現他躲在戰壕裡不敢出來 雷馬克的西線無戰士是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 從跨年晚會方的信駐 海德公元在1914年的8月4號 是狂歡徹夜 打仗了 德國柏林高興了 法國巴黎慶祝了 都被政客鼓動的 都被媒體鼓動的 認為戰爭之後我們就勝利了 台灣也有很多這種義和團 大陸也有 戰爭之後我們統一了 戰爭之後我們獨立了 結果戰場上打了半年之後 雷馬克最後講 他戰場上殺死一個三十幾歲的老人 他從他的口袋裡面發現 他是一個法國的麵包師傅 他說他這一輩子從來沒有認識法國人 就沒有想到他第一個面對的叫相互強殺 他說這個人可能是別人的先生或別人的父親 死在這個無名的戰壕裡 雷馬克的西線無戰士後來改編成電影 在1931年成為奧斯卡的影片 黑白片 你們可以看一看什麼叫戰爭 絕對不是那些 愛台灣捍衛台灣價值 或者是為某種理想 然後叫你去賣命 彭平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麼人 賣國賊很好認 出賣國家利益還有一種 你知道在1920年代 當時在民國初年的時候 有個非常有名的獨木劇寫的是什麼 愛國賊 愛國賊更可怕 台灣有很多愛國賊 大陸也有很多愛國賊 世界上有很多愛國賊 就是高喊愛國的口號 結果我就賊害了國家 賣國賊太好認出賣國家利益 那些高喊口號叫你去愛國的人 他可能是愛國賊 我們一定要分清楚 在烏克蘭戰爭裡面 其實也有很多愛國賊 他就是叫大家去保家衛國 他將來很可能就不在你身邊 就像雷馬克在西線無戰事裡面所說的 他說他發現你也鼓勵我們站戰場 要求我們國家效命的人 大概都是不用上上場 所以我覺得在烏克蘭 給台灣的啟示就是 我們永遠記得 不要陷入所謂的別人的馬前竹 烏克蘭最大的悲哀就是 他第一次是鬧劇 第二次第一次是悲劇 第二次變成鬧劇 烏克蘭本來有非常強大的核子武力 你應該知道 蘇聯解體的時候 他的核子武器是當時中共的三倍 他是全世界第三大核子強國 不管他的核子彈頭的數量 還有洲際飛彈數量是全世界第三 可是後來呢 美國英國再找了誰 找了俄羅斯 簽了一個布達佩斯備忘錄 我保證你的安全 你把核武交出來 為什麼 沒錯 把核武交出來 然後呢 我會提供你經濟援助 我經濟援助來發展的經濟 你不要當軍事大國了 如果今天烏克蘭沒有當時聽信 你英國美國俄羅斯的保證 他有核子大國化就不會發生戰爭 可是美國為什麼要交你核子武器 就回到我們原點了 因為你有了核子武器 你就不會跟他買軍火了 今天台灣的黑道大哥 有的物資衝鋒槍誰還拿扁鑽 黑道大哥有了90首相 他就不會拿棒球棒了 所以美國為了自己軍火上的利益 叫美國和英國保證 簽那個布達佩斯備忘錄 然後要你什麼樣 把核子武器全部銷毀或交出來 他那個時候還記得 還把一個報廢的航空母艦 瓦良格號賣給了中國 現在變成他主委遼寧號 烏克蘭的軍工產業是非常非常強大 可是為了你給錢 給了錢之後到最後 你在那時候不知道你在不在美國 基本上去年兩年前 川普差點被彈劾 叫通烏門事件 拜登當時跟他選總統 川普叫Zelensky 把拜登的兒子Hunter Biden 在烏克蘭跟你們勾結 貪腐的資料交出來 你不交出來之後 我就不給你錢 原本當時講好核子武器放出來之後 美國歷屆總統都該遵守這個協定 可是川普 結果後來川普被彈劾了 後來參議院 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個票數是52對48 因為唯一投下贊成彈劾川普的就是 算是美國蠻有良心的一個參議員 叫做Romley 由他之後的參議員Romley 最後川普就像我說的論文門會不會變這種情況 當時川普就說你把那個拿出來 結果後來被一個看不下去的美國國安局的一個中校 把這個錄音檔案公開 負責去瞧事情的就是他的總幹事 以前當過紐約州州長的Julianney Julianney後來被揭發之後 川普才跑去跟他在聯合會議見面 保證Dolensky我的錢會給你 但是問題是你不給我錢 不把我對手Joe Biden兒子Hunter Biden的類似 貪腐做生意指教給我 我就不援助你 也就是說當你沒有了核武器 沒有私生防衛的力量給不給錢 就看人家的臉色 這就去這兩年前發生的2020年的2月 川普在美國被彈劾的原因之一就是通物門事件 那個主角就是現在的Dolensky 所以我說你今天要保衛自己的國家 千萬不能靠口水 而且烏克蘭之所以悲哀 就是你在19930就被騙了一次 結果你這一次又被人家鼓動 2月16號開戰 96小時拿阿基普 所有人在這裡幫你歡呼的時候 結果你就跟著去打了 彭平你知道我最近在看一本書 這個德文我不太會唸 大概叫做Yuke Hushman Kemp 他寫了一個二次世界大戰的一本書 他是非常有名的德國的律史學家 也是馬丁路德大學教授的 一個非常權威的軍事學家 他在描寫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描寫兩件很有趣的數字 你聽了會覺得很心酸 但是給大家多參考 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口比例最高的是波蘭 百分之十四 死亡人口比例同時在太平洋打仗 尤其在歐洲打希特勒 在太平洋打日本 美國 他死亡人口比例多高你知道嗎 0.2% 比新冠肺炎的人那三百分之三十 三十萬人 他出武器你打仗 波蘭死了百分之十四 蘇聯死的人最多兩千零七十萬人 蘇聯死兩千零七十萬百分之十人口 同時在大西洋太平洋同時作戰的 美國只有十百分之0.2就是 基本上我出錢 我給武器你們打 為什麼要舉波蘭的例子 台灣將要做參考 可能下一個烏克蘭就這樣子 波蘭總共被西方國家利用過一次 被蘇聯也利用過一次 我常常舉那個例子 歷史上最有名叫佛尼沃假戰 1939年 英法兩國說 你跟希特勒打的話 我一定支持你 結果果然 希特勒1939年9月1號 打進了波蘭之後 9月3號 英法兩國宣戰 28天後最後被 蘇聯跟德國跨分了 這是被騙第一次 他第二次被騙了 第二次 史達林開始反攻的時候 他跟波蘭當時的流亡政府在倫敦 發生的1944年 五年之後又被騙了一次 就像烏克蘭像不像這種情況 他跟波蘭的流亡政府講 你趕快把你們的叫做人民軍組織起來 我將來反攻波蘭的時候 希特勒已經開始敗退了 史達林說我反攻的時候 你做內應我們理應外合 然後由西方國家提供武器 然後由蘇聯負責外面衝進去 就發生了1944年8月1號的 所謂的華沙起義 應該記得 結果你知道嗎 華沙起義多慘 打了63天 8月打到9月 9月打到10月 蘇聯軍隊沒來 蘇聯讓你先消耗希特勒 讓這些所謂的波蘭的游擊隊 人民軍 由他的流亡政府在倫敦說 你們趕快起來起義 蘇聯要過來了 結果打了63天 波蘭死了35萬人 因為他們用什麼 他們用輕武器 他們用手榴彈 用步槍來對抗希特勒的坦克車 到最後等了63天 蘇聯沒有進來 什麼時候進來 35萬人死了 德國希特勒的部隊也累了 1944年的11月 蘇聯進來了 波蘭在歷史上被利用兩次 將來台灣會這種情況 烏克蘭會這種情況 先讓你們去打仇恨制造 永遠解不開之後 然後可能就 這個傭兵部隊來了 真正能打上來了 但這個結就永遠解不開 這是波蘭在歷史上 最讓人感到悲哀的就是 當了人家兩次馬前竹 一次1939年被英法兩國耍了一次 一次是1944年被蘇聯又耍了一次 所以他死亡人口比例高達14% 這個例子真的是血腥腥的教訓 有空間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It's like watching the sad skies Head skies With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watching the movie And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a cloud in my eyes And it's a cloud or a sky Oh,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Oh, I hope you'll find someone 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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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乌克兰 你一定要 尤其乌克兰一定要进 彭P你知道我看这本书 Joke Horsman Kemp 说写这本书里面 他十年前写 整个二次大战死亡最惨的地方在哪里 就在乌克兰 就在乌克兰 这个战场 德军跟苏军 在当时苏联军队 总共在这个战场 前后打了三年 死亡人数就在乌克兰 加上旁边的白俄罗斯 死了超过1500万人 1500万人 现在我们现在新闻上看到的卡尔卡夫 有没有 那第二大城 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坦克大决战 苏联跟德军对战的地方 就是现在乌克兰的第二大城 卡尔卡夫 乌克兰的首都基普 三个月就被希特勒让理 所以今天你乌克兰在二次大战 这么惨痛的教训 结果你还是 那个时候我知道 彭P说也很悲哀 全世界有三个国家当家马前竹 第一个国家是波兰 第二个国家是苏联 第三个国家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 你知道苏联 为什么在二次世界大战 你去看所有的书籍都认为 二次世界大战能够胜利最重要的贡献者 不是美国 苏联 苏联一个人扛了希特勒的部队 苏联总共死掉两千零七十万人 人口比一百分之十 苏联就是当时大声疾呼 美国英国来帮我 要求开闭第二战场 但是我觉得我最佩服的 真的最滑头 也最厉害的是丘吉尔 丘吉尔阻止美国去提供武器 让他们继续打 所以苏联在1941年 打到1944年 整整三年 他独自扛什么 扛希特勒 那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武军 扛了三年 所以他死亡这么惨重 等到三年之后才在什么 罗曼帝登陆 你知道台北就是第二战场 所以苏联当时西方国家的马前竹 死掉两千零七十万 为什么中华民国也当过马前竹 彭平你有时候看二次大战历史 来对照今天的乌克兰 你会觉得很悲哀 你知道二次大战 我们唯一的名将是谁 大家都知道孙立仁 后来在台湾被抓起来 当过陆军总司 后来因为叛变被蒋介石抓起来 孙立仁唯一当过 二次世界大战的名将 可是你看那个历史 你会觉得很悲哀 他不是帮中国打仗 他得到的新章 是英国女王的新章 他是帮哪里 他是帮印度跟缅甸 帮英国守他的殖民地 美国人出武器 你孙立仁 那是全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组成的叫远生军 永远记得 真正能够跟美国利益 结合在一起 在1948年以前是英国 因为英国是他们的祖宗 他们所有的人民 大概来自英国 为了选票 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 唯一比全世界 比美国更安全就是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的犹太人 掌握了选票 也掌握了钞票 所有政治人物都把他当祖宗看 所以这两个国家 基本上是美国 绝对要捍卫到底 你知道当苏联已经死亡 超过一千万人的时候 美国去做什么事情 美国派了巴顿将军 最有名的战将 跑到北非 去帮英国守他的埃及 守他的殖民地 然后再派 叫我们蒋介石 我给你部队的思议员可以 你要派你最精锐的部队 不是对抗日本 你去帮英国守印度和缅甸的殖民地 所以我们在二次大战 最精卫的部队 不是在防守日本 是帮英国守殖民地 就叫远征军 所以后来为什么孙力远会 英国里面帮新章给他 而且最悲哀是什么程度 1945年 德军的 日本军的作战 一号作战计划 已经快要打到重庆了 快要打到重庆 准备要迁都了 在印度缅队 最精卫的 掉不回来 因为受美国人指挥 这蒋介石后来之所以 在他日记痛苦的原因 自己的部队不能指挥 自己的部队 一定要被打到 要迁都要亡国了 不让 这是1945年 年初的时候 因为你最精卫的部队 都是在美国人打握 那时候第一个指挥他的 不是蒋介石 蒋介石很可悲 叫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实际指挥的是史迪威 就是参谋长后来跟蒋介石闹翻 后来是魏德迈 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三大马前卒 波兰 苏联 还有我们中华民国 为人家打仗 到最后的结果 你不是你付出代价 就是你的孩子付出代价 这是乌克兰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永远不要成为别人的马前卒 更不要成为军火上的提款机 否则即使你这一代不付出来 你下一代也要付这个代价 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时事 就应该美国应该是 台湾应该是昨天 美国不是派了一个 号称是特使团这样的 跨党派的一个代表团来台湾 那当然我觉得它的敏感程度就有一些了 因为这里头有一些 两岸之间就是对岸最讨厌的几个美国的这个人物 那有人说这个来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我现在这个提油救火 那还有有人说是不是来兜军火的 因为这个时机实在太好了 那又听说在这个台湾有一个流亡海外的白木的信堂 给了他一个金钥匙 所以他真的带着金钥匙回来要找宝库 所以台湾今天基本上来讲 彭匹你在美国 你在加州 旧金山 战争是可以制造的 制造战争 不惯政治人物可能选上总统 而且可以为国家创造最大的利益 你最喜欢的一个州 美国本土最大都叫德州 Texas Texas 独立了 他在1946年 美国制造了一个美墨战争 你知道被称为美国人良心叫Henry Sorrell 哈佛大学的 写过大家都看过他的书 在美国非常有名的小说家 被称为美国的良心的Henry Sorrell 写胡平散记那个人 他后来反对美国 所以美国很多有道德人 他说美墨战争根本就是一场血腥 而且残酷的战争 你是为了要把黑奴的制度往南推 因为当时南方都讲黑奴 黑奴越生越多 可是农地不够了 他就先打美墨战争 然后让德州独立 德州独立完之后 然后再进入了美墨 所以 陈平你现在从哪里 San Francisco 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 Silicon Valley San Jose 下面还有个台湾人最喜欢去的 Los Angeles 另外在左边就是Nevada Arizona New Mexico 这些过去都是墨西哥人的 美墨战争打完之后 美国就全部收进口袋 连Henry Sorrell 这个美国的良知 都说这场战争太不道德了 可是这场战争 是一个非常让美国正式壮大 所以很多人想 奇怪 美国独立明明13周 怎么会突然变成50周了 有一些是买的 这不错 有一下 阿拉斯加 路易斯安娜是跟拿破了买的 阿拉斯加跟苏联买的 从美国现在本土将近三分之一 是从墨西哥那个空心大老关敲过来 这场战争 美国是获利最疯的 第二场战争 你就会了解第二岛链 为什么有关岛 美国奇怪 在美国太平洋 怎么会有第二岛链 美国在1898年又制造了一场战争 叫做美西战争 因为西班牙这个帝国已经快垮了 他们喊了一个口号叫Remember Maine 说我们有一叫缅英号的战舰 被西班牙人炸毁了 西班牙怎么改革离美国 他说在哈瓦那有一个缅英号战舰 被西班牙搞垮了 所以我们要Remember the man 记得缅英 结果就把这个空心大老关 西班牙帝国打了败仗 从此古巴就变成他殖民地 然后西班牙割了谁 关岛 这就是关岛 透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 然后还有菲律宾就成为他殖民地 另外一个就是葡萄利哥 然后这个英雄叫什么名字呢 老罗斯福 因为是美西战争的英雄 就当选了美国的第26任总统 所以打仗除了赚钱扩张领土之外 对政治人物很有利 美国几个政治人物 我们最熟悉的 刚才老罗斯福 是打美西 美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总统 很比你最清楚 选了四次都当选的小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也是靠二次大战 二次大战不断打 才能够让他一次选完两次选 两次选完三次选 三次选完四次选 到最后美国才用宪法修正案 林文规定只能选两次 另外一个就是 小布希 小布希打反恐战争 也学报了 当然主要学报的人是 后来拍成电影 2018年的奥斯卡名片 叫WISE 像Dick Jennings 他打这场战争 你伊拉克所有的石油 和重建工程 从此由我美国打扣 但是有的人豁名豁利 有的人不见得豁名豁利 像Lando Johnson 打了1964年的东京湾事件之后 结果后来战争扩大 说不了尾 他就什么 不能选连任 小布希打了 2002年的反恐战争 没有错成功 但最后被他揭发出来 完全是假造 英国后来不出个白皮书吗 当时的首相Tony Blair 跟所有的英国人 你抱歉 没有错 海上根本没有生化武器 可是他有石油啊 我要抢你的石油 我就硬栽赃 你有生化武器 结果后来小布希被评委 在川普之前 是被评委 美国历史上最烂的总统 所以永远记得 战争是可以制造 制造出来 有人可以发财 有人可以升官 有人可以选举连任 美国是19世纪 靠美末战争跟美西战争 这个国家成为大国 今天这场战争 其实在某种程度 大家心思考 是不是也是制造出来 台湾也要思考 你会不会为了 某一个特殊国家的利益 他也要制造 在你今天制造一场战争 这是所有政治人物 即使你的钥匙 你的辫子被他绑住了 你都不能够变成别人 制造战争的工具 我会发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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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台之前你就是我的小妹 而且蔡席会基本上来讲 即使见面我就按我所说 我就再提三个 你知道二十四级有三个最血腥的协定 而且都是大国签订的 我刚才说过 所以他跟史达林签了一个德苏护部侵犯条约 还记得1939年 结果1940年他把法国打垮了 法国被他六个礼拜就消灭了 没有后顾之忧了 德苏护部侵犯协议 死掉了 这两国打起来死了2700万人 德国死了700多万 苏联死了2000万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的战役 就在今天的乌克兰就得出政策 史达林的协议被希特勒死了 可史达林也失了日本昭和天皇的协议 1938年 这也等于间接帮了整个的苏联 因为1938年 有一个非常已经被他忘记的战役 叫做洛蒙汉战役 在今天的外蒙古 日本的关东军跟当时的苏联军队打了一仗 结果日本军队惨败 惨败之后 苏联怕两面同时作战 所以我跟德苏签了部部侵犯条约之后 我就跟日苏也签了部部侵犯条约 后来德苏被希特勒撕毁了 你知道日苏怎么撕毁了 日苏呢 8月9号 8月6号 两颗原子弹把整个日本广岛长期炸死14万人之后 日本8月10号投降 史达林知道你要投降 我投降不能打你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所谓北方四岛的争议 在你投降的前两天8月14号 日本呢 这次轮到他当倒霉鬼了 史达林把日苏户部侵犯条约撕掉 一旦你投降我不能打你 所以就立刻打进去了 当时的东北满洲国 同时强占了现在的北方四岛 这就是日本跟苏联当时 现在的领土争议就是来自于日苏户部侵犯条约 这么重要条约撕毁 日本在二次大战死亡最惨重的 除了核子弹之外 一个就是50万关东军被抓到西伯利亚去修 去做劳工 死了23万人 另外一个倒霉鬼就是中华民国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号看到日本投降了 我的主要对手是中国共产党 我就跟史达利又切一个叫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我们两个永远不要打仗 但是我愿意把旅顺大连 遥东半岛最重要的港口给你免费使用30年 然后外蒙古人你希望把它变成你的领土 我拉独立之后变成你的附庸国 可是你不能支持中国共产党 结果后来回到台湾之后 失掉了 史达利后来又跟中共签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后来珍宝岛事件两个翻脸之后也失掉 所以所有的条约案黑制什么和平协议都不要相信 不管是谁签的 美国人签也好 日本人签也好 德国人签也好 苏联签也好 中国人签也好 都不要相信 相信自己就是你自己的实力 所以今天台湾最重要的 你既然不是以色列 没有办法成为美国人的祖宗 因为他掌握到票 选票钞票 你就要让自己变成一个 让人家不可或缺的一个最重要的心脏 可是台湾很遗憾 彭平你知道 我觉得台湾在这点很可惜 台湾最最最最最最重要 全世界占了50%的晶片供应的台积电 我们现在把它干嘛 这本来是保卫台湾最好的万里长城 有台积电在所有人要帮你的忙 原因不是为了你台湾 是为了我自己的工业 为了我自己的电脑 为了我自己的半导体的产业 结果呢 我们把它当半首颖 送到美国去了 两年后 美国亚历三纳州开始生产了台积电 再过两年 日本也要生产了 台积电要到那边设厂 你把自己最重要的一个所谓的 护国神山万里长城拱手送到别人去 然后还很骄傲的说 我们现在跟美国合作很好 请问你 美国愿不愿意把它最重要的军火武器 有一部分在你台湾生产 不会嘛 那是它的保命壶嘛 美国有没有愿意说 我在你台湾部署几个核子武器 来保护你 没有啊 你有核子武器还把你拆掉 你记得吗 1988年 一月 中山科学院的副院长 张献一 张献一 美国CIA的 台湾默默发展 从1964年开始 发展了二十几年的核子武器 它全部拆光 你有了核子武器 你就不会跟他买军火 买一般军火了 这就是金小胖到现在为止 可以耀武扬威 他的国家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 每一次川普都说金小胖是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他今天我当总统 金小胖不会四射非战 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跟金小胖成羞绕地 不会去跟伊索皮亚 索马利亚总统成羞绕地 金小胖有核子武器 金小胖是个全世界最贫穷国家 饭都吃不饱 所以美国基本上来讲 你的核子武器被美国人拆了 你的富国神山还转手送给别人的时候 你基本上未来 你还能靠什么跟人家利益相结合 当你利益没有办法彼此结合的时候 那你就是什么 波兰嘛 乌克兰嘛 你就是什么 被人家当做马前卒 或者是当你还有外汇存底的时候 做提款金 所以我觉得 不要相信任何和平协议 其实对美国人来讲 彭皮我不能讲假话 你那把金钥是够他用的 起码在这未来两年内 予取予求 所以应该颁发我一个美国荣誉公民 我去寻求政治庇护 应该拜登会接见我 好了 我不开玩笑 这其实是很沉痛的事情 我说真的 你知道吗 我当时想要把这个论文门掀开了 当然前面有曹长青 有林环强 有这个贺德登老师 我在节目中再三的苦劝蔡英文 我是说真的 我是真的苦劝她 我说 又伤痛悔的心 神必不轻看 我请你赶快跟大家道歉 那时候我要出发 2019年10月17号 我要到伦敦去开记者会 那开启了我的 我确定我要 这个这一辈子 我就要缠着论文门不放了 所以我到了英国去 我做了所有的调查 结果 蔡英文我给她了很多次机会了 我这样讲 给我个人就觉得说 我是不是拖大 不是 我真的给她很多次机会 我没有要跟她比谁的权位大 我输她 我绝对输她 我是一只小蚂蚁 但是我坚持的价值 是她 配之 就是末之能欲的 配然末之能欲的 她没有办法抵挡的 这就是一个真理的价值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看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走在同一个战线上 不是因为中国的利益 美国的利益 台湾的利益 而是 这是人类基本的良善的价值 可是我觉得蔡英文一错再错 他告了林环强 告了贺德分 把我惹毛了 所以我说 他告他的那一天 我说 我在节目中说 我这件事情 我管定了 而且从今天以后 我每天都要谈论文门 到现在 快三年了 我没有食言 虽然我付出的代价是 一个星期后 我也被告了 然后最后呢 他用离间法 放了贺德分林环强 然后把我给起诉了 看我们两个能不能二逃杀三世 让我们起内侯 可是他错估了 贺老师跟林教授的人格 他们两个不但没有 没有这个 因为这样就离开了这个 路门门的调查 甚至贺老师在当天 起诉我不起诉他的时候 他痛骂检察官 无耻 有一个人被法官放了 被这个检察官放了 说不起诉你 就这个嫌犯 还大骂这个检察官 无耻 说你这个太过分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今天 我是觉得 不管美国的金钥匙 是怎么样 金钥匙总有生锈的一天 但是这件事情 将来写在历史上 对我来讲 我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 天国是他们的 我不跟你争 这个小鼻子小眼睛 我不跟你争这个 看得见的是短暂的 我跟你争的是 看不见的是永远的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其实我说过 我不是个政治中人 我就是个新闻记者 我有一个追求真相的本能 这是我的职业的DNA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好 那我要问邱哥的 我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讲 还有不到两年 才因为要下台了 两年左右 下台之后呢 历史上 这个兔死狗烹的例子 蔡英文的下场会是什么 第一个 以目前来讲 朱立伦所领导的国民党 不可能执政 并不是因为 当年我去打贪腐的国民党 被朱立伦党主席开除掉之后 我对朱立伦有任何的不满 不会 我是很持平的客观的看 朱立伦只要他当党主席一天 基本上国民党就不会成为在执政党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现在唯一的竞争者 是在民进党的内部 也就是民进党的内部 谁为什么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杀到头破血流 因为今天一个躺在地上的国民党 根本不可能站起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说 他只要把党内找到他的接班人 基本上他就可以在四年 在八年 这也是你可以看 为什么他会去突然承建人入党 我很坦白讲 如果只要超过党内初选 承建人会当选中 如果今天台湾只有一个人 国民党只有一个人有机会 我很坦白讲 还有机会 因为他可以拿到中间的选票 国民党只有推郭台铭 还有一波的聚会 不管你是赖青的 或者是这个承建人 但是如果说国民党推的 不管是除了郭台铭之外 其他任何人 因为现在侯友宇不会出来 任何一个人 小英就会指定接班人 因为国民党不堪一击 但是美国也很乐意 因为你读我的接班人 不是能够掌握的话 你万一找了一个 不被金钥匙挟持的人 你不麻烦吗 如果今天假设小英所 期待的是某某人当选 但这个人当选之后 美国继续握有金钥匙 那你继续要对我一求一求 而且这种事情发生过 你知道 尼克森 美国第37任总统 Richard Nixon 他在19 你去看那个档案影片 他1969年的 1月2号就职典礼的时候 面如土灰 旁边交接放弃连任 因为Lando Johnson 因为越战的关系放弃连任 后来Lando Johnson 神采飞扬 因为Lando Johnson 掌握了Richard Nixon的资料 因为Richard Nixon 后来当时 在美国被 勤制单位 有时候想一想也很可悲 其实美国在1930年到1970年代为止 最有 仰有最大权力的 不见得是美国总统 是联邦调查局局长 John Hoover Hoover 他掌握到这份资料 这份资料 清少几个都是名人 尼克森为了要选总统 他透过当时的陈湘美 我们非常有名的一个 在美的华人 还有Harry Kissinger 去跟当时的越南总统 软文造体 不要接受和谈 继续打 我当选总统之后 我会做出什么承诺 结果这一个接触 被美国人掌握了 被积制单位掌握了 就握在Lando Johnson的手里 这个行动叫Pasylvania Action 叫宾州行动 后来解密了 后来解密了 然后 Lando Johnson很聪明的 透过管道告诉尼克森 你被我掌握住 因为美国有一个法案 后来川普 也被这个法案控制住了 叫Logan Act 1799年 美国有些法案 平行论论真的已经不合时计了 是220几年前 1799年 在美国第二任总统 叫John Adams 通过了一个法案 叫做Logan Act 任何民间人士 不得跟外国的政治人物接触 Logan Act 所以当时的这个Logan法案 就用来要对付尼克森 所以尼克森 为什么后来触发水门案 其实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他是要把这个档案 偷出来 因为那个档案 后来Lindal Johnson 把他放在民主党的总部 但是 Richard Nixon比不上川普 你记不记得川普当前美国总统之后 人家就是要办他什么 Logan Act 说他跟叫做Russia Investigation 通俄门事件 结果川普多狠 直接把联邦调查局局长开除 联邦调查局局长James Comey 在洛杉矶办调查员训练大会 从电上看到他就被川普开除了 直接把你开除 你要调查我 我开除你 后来一个特别检察官 叫做Robert Miller 都不敢动了 为什么 可是一般人没有几个能够像破产六次的川普 那么大胆 但川普是你要调查我 我直接先把你开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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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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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十一将的每一个总统 他用司法的力量去 对付他的周边所有的敌人 兼蔽亲野 所以台湾的司法史 在蔡英文执政这六年 我们去检视他的 这个荒唐的判例 这是空前 我相信也是绝后 彭比你讲的 我认为完全没错 台湾可不可能 当然可能 连美国都可能 我们常常喜欢讲 美国白色恐怖 还记得Joseph McCarthy 麦卡奇的白色恐怖 Wisconsin Wisconsin 你的母校的参议员 最后 欲语而动 白色恐怖是Joseph McCarthy 发起来的吗 真正的幕后执行者是谁 John Prober 他掌握所有人资料 你想想看 可能有一个立法委员 去发动一场绿色恐怖 或白色恐怖吗 但是没有人到今天为止 没有人敢把John Hobart 点出来 因为John Hobart 掌握所有人资料 如果美国一个联邦调查局局长 可以从1935年做到死 做到1972年 掌握历届美国总统的所有资料 那你想想看 蔡英文 他当然透过情治单位 找过到所有 不管你是朱立牛 还是张三理事 你要成为我威胁的对象之后 你就进去了 而且美国历史上 其实大家真的有兴趣 我们将来好好谈一下 约翰甘乃迪怎么死的 约翰甘乃迪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声望最高的总统 到现在他命案没办法破 跟论文们一样 论文们一样 到现在没有公布长案 因为他的弟弟司法部长 罗伯甘乃迪一样优秀 罗伯甘乃迪司法部长 你胡佛已经当了这么多年 该换人了 在你换他之前 甘乃迪被枪杀 而且蔡英文的论文是30年 甘乃迪的被枪杀的这个档案 是要60年 而且全世界最疯狂的总统 当他创统 美国第45人总统 在选举前说 他将来公布甘乃迪 被刺杀的档案 结果你记得2019年不公布 让时间自然解密 如果说连一个美国总统 都死得不明不白 就是说他掌握到 一个情治单位的时候 当美国总统想换他 在你没换他之前 你就死了 然后他弟弟后来 记不记得1968年 罗伯甘乃迪选美国总统 罗伯甘乃迪选上之后 他要开始重查 约翰迪的档案 又被杀了 你就知道 掌握到情治单位 其实像美国这样的 民主的国家 他可以纵横美国的37年 可以搞垮 干掉一个总统 约翰迪选甘乃迪 另外一个总统候选 几乎稳当选的 罗伯甘乃迪 再整垮一个谁 尼克森 尼克森最后把搞垮的 那个叫做深喉咙 2005年过了32年 就公布了 联邦大局的副局长 叫Mark Field 为什么 尼克森想 胡佛死了 总算安我的人 就说Mark Field认为 本来应该轮到我了 结果他就公布 所以情治单位的力量多大 今天在台湾 谁掌握情治单位 谁掌握西法师 所以彭P你还算幸运 活着 还活着 还住在旧金山 否则的话 连美国这么民主的国家 你想想看 一个掌握长达37年 发动白色恐怖 最后发动白色恐怖 把责任推给个叫Joseph McCarthy 说麦卡锡主义 没人敢谈他 干掉甘乃迪之后 把责任推给一个谁 给叫做Lee Oswald 说是他杀的 杀了之后 又被他干掉了 结案了 踏不到凶手 所以当任何一个执政的 知道情治单位的重要性的时候 当然毫无疑问的 所有人都进入寒残 这也为什么 蒋介石要讲经过接班 你要掌握情治系统 所以彭P 从这个角度还是 上帝 还是有保守我 否则今天你在台湾的话 那你可能会被斗垮斗臭 我说的很坦白 这也是为什么 所有国民党今天所有的政策 基本上好像都是都是怎么样 往失败的路上走 你看今天朱立人所有的政策 从提名上 好像就是 不想求胜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个可能是美国的因素 美国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 美国希望民进党的蔡英文的接班人 能够继续执政 他的经销实还有效 那你国民党呢 对我来讲 美国立地优先 我管理国民党民进党 什么什么泰元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你说的了 国民党没有未来 因为当你掌握到情治系统 你可能上汽车领馆 当年胡佛是专门抓什么 同性恋 你跟哪些人上饭店的 那这种事情就揭发出来 说这条新话谁活得出来 台湾政治人物 有哪几个是圣人 谁没有外遇 谁没有小三 谁没有放过汽车领馆 那这种情况之下 走出来之后 这下全出洋相 我其实那时候 有一时候 我在碰到一个深绿的 在就是你也认识那个朋友 我们就不提他的名字 在绿色媒体 他那时聊天 我觉得最让我感到 难以相信 怎么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法 来栽赃你 还好你走 你记不记得 他抓到一个叫做统促党的女生 对 然后说 他拿钱给彭P 所以彭P就 你说这种事情 他就做得出来 你如果在台湾 你活得出来 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看了之后 真的我们身为一个基督族 不能讲脏话 但是真的看了之后 看不下去 你记得这件事情吧 我还记得 而且我还知道我的价码 好像是十万还是十五万吧 十万十五万 统促党金流来源查出来了 其中十万 还是十五万给他彭P 然后叫彭P呢 去搞论文本 这就是当情治单位在手上的时候 欲加之罪 真的是何患无耻 但是这种词也实在太让人感到 不可想象的 十万十五万 你台大教授的薪水 退休金都没领 就拿十万四五万 他其实我家的目的在羞辱你 没人会相命 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来讲 如果他连这种谎言 检察官都配合演出的话 你想想看 朱立文不发抖吗 谁不投降吗 哪个敢不下跪吗 所以今天的国民党就变成一个尾巴党 所有的选举的政策 你会看到就是往毁灭的路上走 因为美国老大哥希望蔡英文继续执政 美国老大哥甚至希望 假设可能的话蔡英文 这把金钥匙有效的话 当然蔡英文那些班人在 我也还蛮满意的 所以有时候对台湾的未来 我们再一次祈祷上帝 真的不要让台湾陷入另外一场战争 而这场战争变成全世界 在西安看到的那样子 变成人家吃花生米 喝米酒 喝百事可乐 然后看着边看边聊 可是人家的生命在不断的流失 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 如果说感谢上帝说 因为提前发生 或者谁能够预料 会不会发生在台海 现在因为乌克兰 我们绝对不是幸灾乐祸 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习近平会好好考虑 这样我说的 这样战争不管谁赢谁输 你的所有外汇存底 光美国的外债两兆 你就被取消了 你就回到当年的一穷二白了 台湾也不会好过 那五千多亿也被接管了 所以我想 乌克兰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 永远让自己的利益 不要跟人家有任何的冲突 当你第一紧密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在一起 但是所有的白纸黑纸的协议都不要相信 历史上告诉你 相信白纸黑纸的协议 最后都是死无葬身之地 好 邱哥这个会议良多一转眼 我们的节目可以做三集了 邱哥因为我们两个基础是什么 而且我知道今天伴我走到这个地方的 唯一的力量 是来自于那本圣经 那本永远不会落空的圣经 我们一起带着我们的朋友们 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将领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救我们日间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阿里路亚 还好 彭P 我有时候跟我太聊天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如果没有圣经 坦白讲 任何人在你这个地方 都很难走得出来 还好 我们还有上帝 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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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